大家晚上好 我叫陈浩然 来自江苏延城 然后我这次本次来求职的岗位是 财务分析或者投融资相关的岗位 谢谢老师 陈浩然 25岁 这个最后都做到了财务总监了 财务总监管几个人 在整个公司架构里面 我是排第三的 整个公司多少人 对 总公司是150个人 挺大的 你都做财务总监了呀 但薪酬好像有点离 只有一万 对 你财务部门有多少人 财务部门只有三个人 三个人 对 是家族企业 对 然后他想港股上市 然后当时因为我在之前的工作经历 是做事务所 做IPO项目的 然后他是因为这个 我这个IPO项目经验 然后请我帮他去做上市 这样子的一个事 你会做IPO啊 参与的一个项目 在17年国内成功过会了 是在A股过会了 他看中了你这段经历 对 对 因为你在刚刚毕业的时候 参与一下过IPO的运作 对 对吧 你做IPO那个是哪部分 审计的 审计 审计那一块 审计 审计有好多小组进来以后 你主要是在哪一组负责哪个板块 主要是科目的审计吧 这个公司后来上市了吗 还没有 还没有 对 那你是什么时候参与的 我其实在这家公司只待了两个月离职了 家族企业嘛 包括工人 可能有80%的可能都是跟老板认识 比如说老板的同学 老板的亲戚 老板的朋友 对 人缘混乱 对 人缘比较混乱 然后一些根本就没有胜任能力的人 担任了一些很重要的岗位 所以你能胜任吗 在当时我录职之前 我认为我有可能不胜任 然后我跟老板说了我的担忧 我说我毕竟才毕业两年 然后他说没关系 你只要懂这一块 包括懂怎么跟那些事务所沟通 懂怎么就是需要上市 需要准备哪些财务上面资料 然后就可以了 我说这方面应该还是没问题的 如果作为一个财务 你如何去评价 你这家公司真的有上市的机会 你当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你是怎么考量的 就是我当时我进这家公司的第一天 我觉得这家公司 它预计就是20年它就要上市了 我预计这家公司是不能上市的 那你为什么还干了两个月 那你为什么干 我就是 第一个就是大家可能也发现了 我才毕业两年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成长的一个机会 那你给你们那个老板有没有建议 我给老板建议了 我跟老板说 怎么建议 我们20年的时候 对 就是以现在的情况来看 是不可能上市的 可能我在这个企业待不下来 并不是我自己的专业素养不够 主要还是因为我跟这个老板不太 总而言之 你觉得你这个老板是不是一个激进派 对 是的 你是跟他交流是有效率的吗 还是他听你的话吗 他不听 但他又要用你 对 你最接受不了这个公司的哪一点 最接受不了的就是 跟老板的沟通一直是无效的 一直是无效的 对 就是你今天站在这说 你前老板或者那个公司 如何如何不靠谱的时候 在你当初选择的时候 确实也有一些投机的心态 有 肯定是有的嘛 我问你啊 你自己也做过会计 但你自己知道 对吧 一个要上市的公司 会聘一个什么样的背景的财务总监 你想问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什么 我想问 他和老板两个人的装弧度程度嘛 就是说你进去的时候 你是知道你不合格的 对吧 他刚才已经回答这个问题 你没注意听 他说他进到这个公司之后 他发现两点 第一这个公司是上不了市的 第二他认为自己 也不能胜任这个工作 但是他觉得这是个机会 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 既然你想在里边 说白了不好听的 就是占这个职位去混钱 那你又何必在乎 这个时候要走呢 就是你的走根本没有理由 人家没有混钱 人家混钱就不走了呀 我不在乎 我不在乎这点工资 你不在乎这点工资 那你天上掉一百万 你会带回家吗 你这就有点抬杠了你知道吗 我的意思是 他过去发现上不了市是正常的 才是他应该待下去的 因为他才可能待下去 他说上不了市 他也跟老板建议了 上不了市 老板不听 他也想走 但他认为这是个学习的机会 后来实在是无法交流了 两个半月之后他走了 如果他要混这个钱混日子 等找到了工作再走 他完全可以干下去 不合理呀 老板不听能怎么样呢 老板能把他登上市吗 我觉得我们有点腐黑 他无非是 李浩阳就是想问 你就骗人钱混日子 我说句实在话 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有个人赏识自己 让他做财务总监 一台小小的虚荣心 我去了 对吧 这可以理解的 但是人家到了最后 人家不为了混日子混下来 人家走了 我觉得这个小伙子 跪在坦诚 他承认说 我当年确实是 有一点点虚荣心 都是正常的嘛 虽然说当时我也是 认为自己可能 没有达到胜任条件 但是企业家信任我 就是说愿意给我 这样的一个机会 让我和公司一起成长 在当时的所有条件下 我觉得我自己做的决策 是没有错的 你今天来面试的 还是跟财务相关的工作 对 财务相关工作 是吧 对 那如果你这一次你面试 又碰上一个 跟前任差不多的 类似于像丽浩阳这样的 上司 你准备怎么办 你会选择这样的上司吗 会的 为什么呢 他表现出来了 自己的专业 就是他能说服 就如果说他真的 就是他 他不光是像你前任一样 会画 他不是只画大饼 他懂专业 对 懂专业 所以他厉害一点 张牙舞爪没关系 对 我 强者嘛 对 好好好 你还是面试财务是吧 对 要求薪资多少 10K 财务的别的岗位考虑 就是能够用到我之前的 所学到的财务框架的一些知识的都可以 那你觉得你如果在原来那个事务所多久能坐上真正去一个上司公司审计的那个领导的人 就是带项目的话一般是五到八年然后合伙人的话可能是要十二年左右 对啊 就是这个数你其实在去这个省计事务所你才干了一年半但你现在找的工作其实都是希望变成资深的财务人员其实你连主管会计都没有干过 对 你如果要去投资机构说实话你现在可能都只能从助理开始干起来 对 可以 你认不认可 认可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职位要调整 对 薪资要不要调整 是坚持一万还是八千 在北京的话坚持一万 对 第一轮选择许货磊 还有六盏灯 先生我有财 来 进入职场行商课堂 内向的人容易受忽视 脾气不好的人反而容易升职加薪 你认同这个观点吗 内向的人容易受忽视 你认可吗 可能还是认可的 脾气不好的人反而容易升职加薪 你认可吗 不认可 我get不到这个逻辑性在哪里 你想不到 这条题其实反映的是浩然 他本人的一个底层的一个价值观的一个导向的问题 这里面也能看出浩然他对工作的标准的认可的一个 他自己心里的一个想法 对 其实这个呢就是说如果单纯内向的确容易受忽视 那你内向但一定要懂得表达 对 懂得表达 那同时脾气不好的人 但凡正规的企业不可能因为一个人脾气不好 他就升职加薪不可能 所以你刚才的分析还是蛮对的 浩然首先我觉得财务总监你就放弃你这个梦想 那第二个部分呢我觉得有一个问题 就是财务上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工匠型的 我做会计 一个呢是说透过财务数据能够帮到运营管理 能够提到建议 就对数据的分析 这两个方向你更倾向于哪一个 第二个方向 你的印象写的是透通资本嘛 对不对 那其实我刚也了解到 其实你本身对于这个 你学会计学 有过一些实际经验 其实你更多都是偏理论的 那么你凭什么认为说 你去一家投资公司你能干 或者说你的优势是什么 可能是就是我历经的很多公司 包括很多同事 他们有的时候会跟我说一些 他们说之后他们想要去创业 然后我对他们的这个方案 我会对他们做一个分析 我就就现场跟他们做一个分析 他们都会认为我的评论很一针见血 因为他们毕竟是想法想创业 没有实际创业过 因为你实际上你看你带过的公司 你没有一个实际的成功的案例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说实话好然 我感觉你整个对自己的自我认知 是有点偏高的 我觉得你其实应该客观地思考一下 投资公司现在不是很适合你 我是可以通过我的理论 然后去解决实际上的问题的 毕竟我有一个扎实的理论基础 法国梦全 我们是一家轻奢护肤品牌 曾经我也有一个上市梦想 但是后来发现 其实真正地做一家品牌的话 是要让更多的消费者认识我们 我们的品牌主张是年轻肌肤的抗衰 我们认为二十岁的女孩 之后就要进行肌肤抗衰了 主打的是护肤品 那我们现在是有电商渠道 其实电商渠道我们是今年崛起的 而且是成百分之四百的向上增长 那么我们现在希望的是 能够做天猫类目 同品类的前十 所以在今年的时候 我们特别需要一个 特别优秀的财务 帮我做整个市场渠道的数据分析 来看一下社交数据解读 陈浩然是一个爱运动的男生 生活中他应该是个阳光的大男孩 和陈浩然最匹配的是 精灵术的吴胜 吴胜和陈浩然都有大男孩的气质 他们都很热爱运动 比较活泼 和陈浩然最不匹配的是 微车的徐蕾 虽然工作很重要 但是徐博士也要多多运动 来第二轮选择徐蕾 还有四分 来叶子龙八千 成本会计或者是这个绩效会计 但是你现在没有那个 会计师的证是吧 对正在考 今年就是我把剩下的都报道了 那你可能是边学边干吧 法国孟权给你提供的薪资是九千加 工作是财务的BP 工作地点在北京 来梅向荣 主管会计 因为我们在全国现在四千多家门店 两百多家分公司 有目标是银河旅外是上市的 我希望你有机会跟着我们一起成长 金生云给你提供的是这个数据分析和分析师关系 考虑一下灭两盏流两盏 去吧 来有请梅向荣 贺东东 谈钱不上感性 在价钱上没什么要商量的吗 就问一下法国孟权一下 之前就是看过本这个节目 就是在北京的岗位是提供住宿的 是这样子吗 是的 好 没有别的问题了 没有 考虑十秒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法国孟权 对吧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后续有更多精彩内容等待着您 这里是报效综艺场 咱们下期再见